在慕尤丁领导的国盟政府一直传出政权不稳 随时可能倒台的当儿 昨天慕尤丁还有国盟各党的主席就突然齐聚一堂开会 然后事后各党更重申 他们会支持慕尤丁继续担任第15届大选的首相 但是这个决定却引起部分巫统资深领袖的反对 前新山国会议员沙利尔在面子书发文 质疑巫统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他就问了那到底慕尤丁在宣称自己是第15届大选的首相人选之后 开出了什么条件 他问我们是不是要这么急着就是要先解决首相人选的问题呢 为什么要本末导致把事情倒过来做呢 难道不是应该要先解决国阵和谐联盟或者是国盟 到底要怎么样应付第15届大选的问题吗 是各自上阵还是用同一个联盟呢 是用不同的竞选标志还是同一个啊 那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议席分配也还没有谈妥 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不成熟的 那另一位巫统元老东姑拉沙利也毫不留情面地表明立场 认为巫统在下一届大选应该抛弃土团党 东姑拉沙利在接受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的访问时就表示 土团党不应该进来搅局 他是为了避免选区分配的矛盾 那巫统应该维持和国阵成员党还有就是跟一党主持的这个 组成的这个国民和谐联盟合作就好了 如果把土团党也带进来就会再次面对玄制议会的结果 因为没有政党有主导地位 也没有政党有明显的多数议席 他强调现在纯粹为了确保稳定可以支持慕尤丁 但一旦进入下届大选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了 其实这两位巫统元老的立场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部分巫统基层的声音 虽然说现在国门各党都支持慕尤丁领军下届大选 但是我国政坛过去发生的事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政治发展往往是瞬息万变的 政治承诺也不是什么白纸黑字的契约 任你海事山盟局势变了也只能够是顾眼云烟 那远的不说我们就拿西蒙倒台的例子来说好了 喜来登政变前有谁会想到509前站在西蒙前线 是要推翻国阵打倒武统的慕尤丁阿兹米 22个月之后会背叛联合之前的死对头巫统一党合作 联手推倒西蒙政权呢 那所以政治嘛跟爱情一样没有所谓永恒的承诺 同样的对慕尤丁来说 就算现在国门各党同意让他领军下届大选 说他让他继续当首相 但是这些所谓的政治承诺还没有到兑现那一刻 也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接下来或者第15届大选之后的政治局势变化 任谁也抓不准 因此不管国门现在立下什么承诺 如果慕尤丁领导的土团党 还有以阿兹米为首从公正党跑过去的人 没有谈妥议席分配这个关键问题的话 在形势没有更明朗化之前 对慕尤丁来说解散国会进入大选 绝对不是他的首要选择 那除非武统一党还有沙拉越GPS收回对他的支持 逼到国门倒台那就不一样 国盟政权不稳一直有人说他会倒 甚至方间谣传闪电大选随时到来 但是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政治研究所主任 詹运豪却认为解散国会的话 慕尤丁将马上失去首相宝座 因此闪电大选不会是慕尤丁的首选 而另一位时事评论员黄进发也同样认为 如果不是被逼到墙角的话 慕尤丁是不会解散国会的 如果他今天没有这个西蒙的逼宫 慕尤丁是不会想要解散国会的 因为对他完全没有好处 他会继续拖 黄进发认为为了保住自己目前的相位 慕尤丁没有理由在没把握的情况下举行大选 但政治是现实的 所谓拖个香炉多只鬼 在利益有限的情况下 武统自然不想让土团党进来分一杯羹 反而詹运豪认为部分武统领袖 其实急着要举行闪电大选 希望一举打倒土团党 虽然不管是不是要在近期内举行闪电大选 那对慕尤丁来说他实在没有太多选择 透视大马今天的一篇评论就认为 如果不想在我国的政治领域成为历史的过客 慕尤丁和他领导的土团党的唯一选择 就是靠拢那些可以给他们保证的联盟 那分析认为慕尤丁在担任首相职位的情况下 他可以有几个选择 包括成为乌头的怀抱 或者成为国民和谐联盟的一部分 或者是跟乌一又共同推荐另外一个全新的马来人联盟 那民调机构巧思中心 Illham的执行董事穆罕默阿斯兰也提到 土团党需要一个强大的联盟 来确保未来获得保障 要不然他们很有可能会输掉 在上一届大选赢下的议席 那上届大选土团党可以赢下13个议席 是因为在由马哈迪领导的西盟 势如破竹的情况下呢 这个带动下所取得的成果 但是如今慕尤丁领导的土团党退出了西盟 那么呢也会同时失去支持西盟的这个选民的支持 那所以如果土团党要自己上阵之前的选区 败选的机会将会更加高 对土团党来说要生存下来 就必须要跟其他政治联盟合作 但现在国盟成员党 他们是断然拒绝了要以国盟出战 乌一组成的国民和谐联盟 又还没有决定让土团党加入 因此虽然国盟各党提到继续支持慕尤丁院相 但是在形势还没有明朗化之前 慕尤丁几乎不可能在目前的情况下 宣布近期内解散国会跟进行全国大选的 而形势什么时候明朗化呢 那我们昨天的报道有提到 713的国会或许会是慕尤丁测试自己支持度的战场 那他自己主动提成的车荒议长的这个动议 是不是能够通过就成了他试水温的考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